台北市勞動局舉辦 2024台北勞工營展展前開幕茶會 揭曉第18屆勞動金香獎入圍影片 內容讓評審相當驚豔 除了能看到台灣勞動議題發生的 影像工作者起居一堂 他們拍攝的作品也呈現台灣社會的縮影 以今年來說 我們整個增見的活動的影片 就有高達50幾部影片 包含短片和長片一起 那我們這次的勞工營展的部分 也特別感謝工會這邊 很用心的來做規劃 所以我們特別的選出了11部的影片 來跟大家來做分享 預計在11月1號到7號 會在我們的樓下 就是松山 松菸的文創園區底下的成品電影院 來做播放 在10月25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到 這個應該是KKTV吧 KKTIX KKTIX 對不起我連這個字都念不太清楚 KKTIX來做鎖票 那基本上還是歡迎各位好 能夠幫我們一起宣傳 來看這樣好的一個電影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說我們這個電影 真的是越來越有水準 特別像我們今年11部的影片裡面 那其中就有包含我們這一次的 特別是我們的這個影展的代言 我們黃麗玲王導演所知道的復讀青年 那這個電影大家也都非常熟悉 那裡面的男主角吳康仁先生 也獲得第60屆金馬獎的最佳男主角的殊榮 而且我最近好像這兩天才看到新聞 更男人可貴好像是我們這部片子 即將代表馬來西亞 去參加奧斯卡金像獎的萬片的選擇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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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們非常有勇氣 我們可以找到我們的王導演 來做我們的代言人 那同時他也是這一次的評審 所以各位就可想而知 我們的評審的團隊 水準都是一級的 都絕對是一流的 那我想除此之外呢 那另外還有一部也蠻特別的片子 就是我的完美日常 是不是好像叫我的完美日常 對 他就是這個藝所廣思 所主演的 那同樣這部片子呢 一所廣思他同樣也得到了 坎城銀展的最佳男演員的這樣的一個獎項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 我們選的影片都不是隨便的 這的確確都是有非常一定的水準影像 那但是呢 這個影片為什麼選擇這麼樣的不容易 是一方面除了他要有一定的水準以外 而且這樣的影片還必須要跟我們勞動的議題相關 譬如說我們關注的勞動的人權 我們關注的性別平等的議題 我們關注的有關移工的議題 我們關注的有關職場霸凌的議題等等 這些東西都在我們所選擇的片子裡面 能夠融入在當中 本屆共推出18部國內外影片類型多元 從劇情到紀錄片以印劇全 其中包括票房破譯的復讀青年 銀展還特別邀請導演王立林擔任代言人和評審 無論如何我覺得透過這個議題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讓觀眾關注以及理解 我覺得理解很重要 因為我們雖然有些問題不是一天就馬上可以解決 可是你們必須要去理解 提求觀眾 就像複讀我們提出了 就是在馬來西亞一個長久以來的沒有身份證的問題 那可是你必須要去提求關注 然後讓觀眾和其他單位再去重新理解的話 那他才能往前進一步去把這個事情 未來當然更好 當然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影像是一個很有趣的美階級 它就是可以透過影像來講很多的故事 其實有好幾部的作品其實蠻觸動我本身的 那可是因為在這樣子一個 有時候覺得這個社會很殘酷 因為它就活生生的把很多人的樣子 就從影像裡面就展露出來給大家看 當然我也覺得有時候勞工影像 就未必是偏向所有的不開心的事情 比方說莉娜我覺得是一個很開心的一個 她至少展現了在這個移工 她在這邊的過程一次通過的幸福 至少一個很愛無達的一個屋主 無論我希望繼續有第十屆 第十一屆 第十二屆 第十三屆 有序的一直有這樣子的推動 那我覺得在這篇土地上面 看到這樣的影像是很幸福的事情 好 我等為這個就是評審的代表 就來宣布一下 如果名單 不過剛才主持人其實已經都介紹過 今天初期的導演 基本上你們的作品就是入圍的作品 不過我當然還是在完整地宣布一次 正面有七部作品 包括入圍的長片跟短片 以及將會其中有一個影片會成為首獎 那這裡並沒有特別分長短片或者是一次 他們分別是由朱平導演的朋友順朗 黃永康導演的留學生 朱平導演 抱歉 忘了再恭喜 好 接下來是袁旭武導演的深海漢將 恭喜 郭導演 梁佩琪導演的拖油 朱智傑導演的莉娜 朱智傑導演的莉娜 以及郭英康導演 《極樂世界》 《我真的可以》 那麼今年的這個作品 還是一樣就是有很多 我們覺得實在是非常優秀 然後只能有欺負入圍 我們都覺得很遺憾 其實有很多的遺珠 難以割捨 我自己過去曾經有好幾年也是跟勞動局合作辦勞工營展 但是我當時是以策展人的身份在做這件事情 但這次就是 是作為一個評審來看金曉獎的作品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不同的視角 就是說能夠有這個寶貴的機會 可以真的第一手的 就是直接看到大家的作品 這是讓人非常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這些作品裡面 它有些可能是 例如說有些可能是學生的作品 它看起來素普 但是那個素普的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他鏡頭 他其實有一個非常強的動力 他想跟你說這個故事 那當然也有一些導演是非常精緻的紀錄片 劇情片 那他透過這個角色的塑造 透過聲音 透過影像的效果 來讓你帶入那個角色的那個狀態 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在看這些影片的時候 就是我會感受到的是 就是 原來就是這個世界上 其實還有更多 其實是我們不知道 在這個時候會這樣角落發生的事 那這些導演不管是透過紀錄片 或者是透過劇情片來去呈現這個議題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珍貴的一件事情 影展將從11月1號到7號 在成品電影院盛大放映 10月25號起可以透過網站進行鎖票 勞動局歡迎市民朋友一起關心勞動議題 並欣賞各國的勞動電影 記者溫宇郡台北報導 謝謝 謝謝